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说C基金最新的基金价格表现 就是12月8日前日 竟然见了四字头 年初至今前日去到41.05% 不过昨天要回一些 稍后会说一下 不过至少前日创新高 41% 我再说一次 二代字已经扣除了每年收1.5%的管理费 以及表现费 即每帮大家赚100元 便会扣起15元 到年尾两个星期之后 那些钱才会放入我的袋 你问我是否想这几天再充多些 我问我是否想这几天是最好的 C基金表现比较好 其实我很搞笑 我回答一下大家 其实我不是的 我反过来说今年也赚了这么多 最好现在平平稳稳 留下明年再升 他说我经常说 基金表现越升越好越好 最重要是客户赚钱 Elon多些新的客户支持我们 我希望细水长流地升最好 每个客户都容易赚钱 如果基金表现太大上大落 刚好客户在高位进入 我觉得会辛苦些 所以稳稳阵阵反而是最好的 我说完这些问题 我说回市场 市场昨天大家最关心的是美股 如果看指数 昨天突然纳斯达克 大家看得比较多CCNP 应该是开市好地地 然后赚下去 不过我之前也说了 昨天1点钟左右 不过其实说真的 它都超额完成 我好像很久没有讲这个图 不过也不介意讲一下 大家都没有问我就不讲 但其实大家不问的东西 我也在看 不过问开我就回答一下 你看我之前说的 纳斯和道指的走势比例 之前大家还怕11月疫情过后 息家、肢移处理、Motation等等 你说科技局很差 其实实际上也不是很差 每一次 今年我说过有几次比较大的转向 其实都不会维持很久和很深 今次的情况下也是 不过去到这一刻 我觉得有点夸张 关于我说我对于美股的泡沫化的感觉 其实我这两个礼拜都有提 所以大家有很多人去提 美国新的IPO等等 ARK持股也比较冷淡 因为你不要只看CCMP 我不知道有很多人去看 但这个是罗素2000科技指数 你看到其实有多夸张 也没有夸张 因为跟CCMP的走势差不多 我特意拿了一个图出来 大家猜猜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有些bubble 你看过去的一个月左右 当大家认为11月 11月美国就升 各港股都升 升了10%左右 新旧经济都会升 CCMP就是纳指的大东西都升 但同期白色这条线 罗素2000科技指数 是爆升了三成 是一个月之内爆升了三成 当然了 泡沫的东西 升得急也未必是泡沫 但从个股看 我觉得很多人炒得开心 都要留意一下 即使昨晚二三线科技股 回了很多 9%是否很夸张 但这些股票 由11月上升了三个月 但单单10月都已经升了六成 昨天大涨小回格局 不是个别例子 就是随便锁一只cloud fair 大家常常问我的美股 其实我有看 但程度有深浅 我主力不是炒美股为主 虽然我也有些 这些都是的 cloud fair 11月初 不要算之前 已经有20元炒到上去 差不多成50元 今个月都升了五成 昨天很多人的问题 究竟是玩完整个调整 说实际上升得这么急 要调整一下都比较正常 尤其是过去三四个星期 其实真的一直冲上去 实际是夸张 当然我说 不只是酸葡萄 有些股票我都有 不过我都 以我那么喜欢跟红顶白 其实我近期都没有追 譬如是Puck 前晚就升了十多% 虽然昨天我没有做节目 不过我也没有特别看 但是你看到这些都是这样 现在回来说 又很难跌下去 因为每个人都这么便宜 拿着炒上去 当然中间有些调整 大家着色考会也不奇怪 但现在动力那么强 都不知道如何收货 有些人问我 是否可以继续去 我老实说 我是不会回答的 因为我觉得它有泡沫化的成份 大家如果跳开出来 冷静一点看 但又试问有谁 真的明白一个bubble 什么时候爆 去到几百元才爆 我都觉得是不容易回答的 但你问我 如果很短线这样看 我就觉得未爆 好像小美出现所谓的放量大升的情况 甚至乎你那些多dash 昨晚上升的 美国那只美团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就是美团沟拼多多 很简单地想 美团沟拼多多 这些都未死得 继续去一下 所以回答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觉得是调整一下 不过刚才说 一单个月升五成 昨天是调整了10% 那是不是回调完呢 我觉得不知道 我自己的操作也是这样 你问我这些时间 我自己的美股 虽然我主力只剩下几只 我不想回得太散 但我真的觉得难高追 坐定定 我都说升了三成 前晚不高追 高位成四百多 四百二十多 四百三十元 那一刻追下去 两天高低位成10-20% 都不容易捱 正如我刚才说 很多人都坐得很便宜 坐着就继续坐 短线投机没所谓 有动力的时间应该投机一下 但真的不要骗自己的长线投资 我觉得大家去炒一下 无妨 不过风险控制一下 第一次回答了美股 我觉得今年三大怪事 第一就是Tesla 一个Tesla突然间一年之内 升了这么多倍 如果计算股值 大家常计算 加上等于不知多少间汽车 要混合一堆 这是一个怪事 引发了大家到处去找下一只Tesla 只要打中一只 会升很多倍 所以风险高一点也不怕 所以这也是构成了今年整个市场的动态 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当然省没有钱 现在罗宾汉很厉害 我看到昨天最新的新闻 应该他们预备上市的股价有提升 令到美股的走势是比较怪异一点 比较集中一点 资资金不炒旧经济 即是CCNP 纳指都不炒 你看到大型的Microsoft 甚至Facebook Facebook有些新闻被人拆件 但你看到那些都不让他走去炒 这些二三四线的新的股 某程度是因为这些美股省户参与今年也多了很多 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少听 但我又觉得值得去提一提 之前有些观众都问过 就是SPAC SPAC就是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现在美国很流行做什麽呢? 就是waste一笔钱在一间亿上市公司 那间公司什麽都没有 是一间空投资票公司 即是没有业务 就算有什麽收购目标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有笔钱去做些收购 现在因为传统的IPO被人骂得很多 因为整个IPO 我之前讲一些很理论的事情都讲过 就是穿上了iBank 即是Morgan Stanley、Goldman 这麽大的投资银行 其实那间上市公司 甚至那间投资者都不好 所以现在IPO开始演化 有些人实际不需要投行定价 直接做tender 另一个近年比较多人讲 就是SPAC 先来找一间上市公司 用香港的概念很简单 好像有个银行 不过加银行的公司是有钱的 他收购一些很有趣的公司 加速了上市过程 今年有很多的 例如Nicola 大家也听过 突然间摇身一变 但这个其实也有点古怪 我觉得也有点小心 因为现在都开始比较夸张 其实这些HPAC过去几年都有 不过就没有今年那麽夸张 因为今年的股值比较厉害 因为Tesla有 但我想说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实那些HPAC 这个就是Pomberg的图 我拿出来讲一下 其实是一个很古怪的setup 如果我详细地说 其实就是这间HPAC公司 有个sponsor去挡资一筆钱 那些钱放在公司里面 当做定期也好 或者放在这里 放在Tresary Bill 放在短距流动的资产 接着就找一间公司 买Nicola回来 那些人觉得业务有前景 所以追进去 但是其实很有趣 就是如果最吊诡那一刻 最吊诡就是 如果那件事做得成 本身的sponsor Hashman 就可以沽了那间公司的股票 所以赚了 但反过来 这个最应该留意 其实如果很多这些SBAC公司 做完单交予出来 市场反而差 其实负责做sponsor 其实是可以redeam的 即是没有单差 在收货的时间 他就立即摸股票走 否则他就拿回钱走 还有一些warn 有些upside 但他的工作还未完 下一个工作 就是要找 做完单交予 你又走了 究竟哪个接货 他就要再sell long-term fund 拿着Necola和其他hash fund 这就是Tesla 希望其他hash fund 其他人沖进去 整个图像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想一下 第一个要留意 就是在这样的结合当中 其实负责做癌整应àn日 bul 其实是不能输的 唯一输会在涌等等前前做在那的人 輸便输胎益成本 但丹业完了后新的批几货的风险更大 因为通常炒到轻合合 如果丹业不能够满足市场的磕球 他都未必会做 因为做完股价不升 他就算可以拿回全身而退 但他浪费了一只磕 所以他总是找一些很exciting的丹业 通常都没有厚后果 很好的统计 过去这四十多只听过SPAC做的丹业 其实全部都找不到 好像赢了几下,IPO那一刻就好了 接着就收了档 所以我见到现在有些朋友问SPAC 是否应该去部署 因为很多大的分都有持有 譬如在这里 你看到Millennium一抓 全部投资了几个Billion 又给了几十亿美金 每间公司 但你和他不是同一阵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程度 都是令到今年的美股有些古怪 我不是说一定是最大的谷 但你要明白究竟市场结构 发生了什麽事 你才明白怎麽那些股价这样走 关于美股有些闷 但如果真的想了解美股的走势 这些都是Market Micro Structure 要留意一下 说些没太悶 说港股 如果我再说这些大家会罵 港股其实没得放强 说回贴士 11月之后 美股刚才说自己炒 港股无论新经济 或旧经济 都回落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 883 883就很惨 一则就被人制裁 但我觉得第一次 我可以补充一下 有些人问 第一次很明显是制裁 这次再先下来 都是跟着很多传统旧经济股 很多人问我怎麽算 我自己觉得不可以是止蚀 我自己和同事说 如果今个月再没什么起息 我今个月就估了 虽然你问我 我觉得已经应该见底 不过永远令你输钱的 都是这些 你觉得就跌完 谁知道7元也不太过分 一点性截力都没有 不过我自己的操作应该是指示 不过给他一点时间 今个月他跑不上去 我才扔掉 说一下开心 我赚了我的同事 经东健康 这麽火热的IP 大家知道我现在不说新股 因为火热的我抽不到 我白眼追 我不喜欢追货 不过当时京东健康上市 那些同事肯追 我让他们追一下 又赚到钱 所以我说我现在都开始不用做 我的同事说也不用我说 买也不用我买 我只在这里赚他一叻叻就够了 昨天京东健康 不过有趣的 好消息就是他 因为他够大 而且某程度 因为大家都有关注 所以又fast track了 很快 昨天出了个行指公司 他说他会在12月22日 直接把京东健康6618 放在科技指数里面 佔比也很厉害 8% 8%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基本上 他对科技指数的影响 他跟腾讯、美团、阿里巴巴、小米一样高 感到不夸张 最夸张就是他比他妈妈更厉害 如果他妈妈就是9618 京东集团的占比是6.81 京东健康更大 都是比较有趣 但某程度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因为FIFO等等有很多影响 所以很多不可以直接比较 对股票来说也是很好的 因为越来越多的钱 都开始跟着科技指数 甚至乎大家有没有留意 刚才我看过 科技指数的期货 开始了1个月左右 慢慢都越来越交投量好 看10月月 虽然捧行指比很难说 但今早只有300张成交 这些会引发多些资金跟 所以进入index就会受惠一下 OK 我的部分就讲完了 大家最喜欢听的 讲新股 我看到很多问题是问的 又是讲新股 今次讲的是1167 1167 大家当然知道 不是我说的 他叫加科斯 交给Kelvin 看看他喜不喜欢 我先讲结论 Kelvin先讲结论 先讲结论 这种是前期的公司 所以都是做BioTech 我们应该不会抽的 其他原因就是 它在2025年才有些 例子有些弱的收入 2027年才有机会 BioTech 有什么良点 这间公司 其实它的团队都是做一些 它自己自主研发 不是好像外面 这个情况可能好像荣枪 全部弱都是自己研发的 有一件事 另外就是 它刚刚5月的时候 有一家美国的弱企 阿伯维 跟它合作 搞它本身的核心产品 感觉就好像他outlicensed了 出去给它 但是它们是一起搞的 海外的那些超兽就由阿伯维去搞 阿伯维 可能我一会再讲一下 可能先讲结论 本身是怎么样 它应该上次是12到14元 市值大概90到100亿港元 其实这个位置 可能大家看回 去那个financing那里 可能会觉得好像很贵 好像贵了两倍 等下可能都讲一下 那样东西 我觉得是因为 可能它因为5月 即它那个financing是2月做的 最后一轮 阿伯维的collaboration 都是5月才做 可能就因为这样 所以今次上市都可以再贵一些 比起之前的估值 那应该是下星期一折票 那是21日才上市 而我理解 其实今次就是高敏和CIC 才推出的了 而我理解 Morgan那边 今年应该没有Biotech股 应该上市 那高敏可能还有一只 不知道它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赶得起来 那刚刚昨天 好像都大概100亿左右 都不是说很差 至少有人不肯 因为它入场货 好像都是4000多元左右 那这间公司其实都很正确 其实是2015年才成立 那管理层可以讲一下 因为它的管理层 其实是一间大陆的A股 叫做贝达医药 就是30058公司 其实这个黄印祥是贝达医药的founder 2003年做到15年 就走了出来 搞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 就带了一群都是贝达医药的人出来 其实这间公司 其实它那个trade 就是想找一些 现在市场没有的东西 就是市场没有人卖的药 所以就比较创新 而且它是internal的R&D 主要都是透过有个叫做RAS的讯号传道通路 在这方面去找一些把点可以通过这个通路去做一些治疗 跟其他药医药 就说回刚才比较重要的就是阿伯维的合作 因为阿伯维这间公司其实都挺厉害的 因为它其实卖的那只药 可能我都说过很多次 就是那只阿达木丹康 其实在上年是卖了千多亿人民币 所以阿伯维跟他做合作也是一个endorsement 其实最近前两天 刚刚今天和博医院上了 其实这间阿伯维好像前两天都有跟他合作 做一些COVID相关的中和抗体 所以有个对这间交科师的信心也有在 你看到至少有一个 之前我说过 如果一些internal的R&D 没有人跟你做collaboration 就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好的点 如果说了这么久 说回Pype Line 为何这么早 其实你会看到它绝大部分都是很前期的 主要就是说这只SHP2的药 还有要看就是KRAS的药 其实它都是医医和肿瘤相关的药 就是比较前期 你说过临床的竞争 其实都不需要 只有三、四间公司在 不过有个好处就是 有些公司就像这间交科师 可能在估值上有些对标 我稍后都可以说一下 很快说一下 比较前期 其实重点就是 这个SHP2 它其实最迷的那样东西 不是它的单药疗法 其实是它和这个 大家都知道有听过的PV-1 去做联合疗法 这些MDK是比较新型的霸点 去做联合疗法 重点就是 其实它比较前期 它就算做完这个单药疗法的研发 它还要之后 可能是下年才开始做联合疗法 所以为什么会 2025年才会有收入呢 因为它主要收入 应该是来自这些combo的疗法 所以就算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如果是期间买的话 所以我们都不会去抽了 这次 另外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要说 如果是说这种药 在大陆 未来三名年大概都是十多亿人民币 但是有一个要留意 就是亚伯维和他的合作 其实在海外的销售 是可以收成低至中的双位数的销售分成 我估计是10到15% 那这个数也不小 如果这种东西可以卖得的话 如果在高敏之前有个估计 其实这个销售分成可能收到十多亿人民币 在30年的时候 这个是其中一个两点 但是很难估计 因为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很前期 有很多变化因素 所以就 另外KRAS就是做一些特别基因 刚才说了HXP的竞争 其实有两间公司要留意 就是你记得了洛华 就是做得最快的 洛华应该比较最大一间 接着有两间小的公司 叫做Revolution Medicines 和Related Predicts 就跟这间交科司很相似 它的pipeline都不是很多药 所以都上了市 所以大家可以看着它那个marketcap 我等一下可以说一下 那你就会觉得可能交科司 会不会是偏便宜的 那 那 刚才说到KRAS 就是做一些总流 那竞争都不用了 比起SHP2 是再多些 你见到 也有其他公司 有些大公司 是罗氏 安俊 是已经做到很后期 所以它又比较慢 如果在这方面 但是这只药可能 遲些可能会很hot 所以就可以留意着这个把件 刚才 因为这次 我们不会抽 所以我也不要详细说 究竟里面的药的作用是怎样 那 可能说到valvation 那 刚才说过 它是第二次 施加仑 其实是2月那样做的 今年 估值是455亿 4亿美金 转回来 大概是30多亿港元 这次上次是8多亿 其实是多了两倍 刚才我说过 它可能中间 通常最近有些valvation 至少和之前的估值 是1.2倍左右 今次是2倍 我都觉得暂时是合理的 因为它可能最近有个 collaboration 都可能价值都在那里 尤其是超纯分成的 amount 如果高敏 现在的市值应该是107亿到200亿 这个 30年收入可能是50到60亿左右 人民币 市值 我估计它是对标那间revolution 因为revolution的pipeline是最似的 就是这个VEMD 它的市值应该大概是27亿美元左右 所以对应可能是200亿左右 所以它可能觉得是值170亿到200亿的 所以高敏 大家可能可以拿这个来参考 看看可不可以博爆 有机会 如果觉得这间公司是偏便宜的话 但我们就打算 我们不会抽 所以整体来说 这间公司就比较前期 还有Cornestone 刚才讲漏了 它有之前例来的亚洲基金 有投过贝达医药 有康熙乐 还有蒜达生物 就是Ramagen的那只榮昌 另外就是高令 高令在斯林的时候 都有投到大概 现在应该有7%左右 是没有的 Cornestone 又不是很多人投入 但都有些明星的基金 主要就是因为 我觉得它下年才出Cornestone 其实未来的那一年 Catalyst 都应该在Face 1 转到Face 2的数据 市场就未必会很关注这件事 所以其实那个不确定性也很多 另外就是刚才说过的收入也很后期才有 唯一就是我觉得要留意 这间公司就是因为它是自主研发的那些东西 而且都比较特别 暂时没有什么人做的 市面上没有的 所以主要的结论就是这样 OK 好 谢谢Kevin 不过我都补充一下 我见大家都要问一些新股 有时候见我们不抽 但我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不能太分散 所以通常我们留意一些 我们觉得有conviction比较高的东西才出发 所以有时候有些觉得好 但又不是很好 都要选取一下 所以紧攻大家参考一下 好 直接回答他的Q&A问题 原来讲了半个小时 今天我的口水比较多 好 请问美国好像要用反动夺法的Facebook 说他的Instagram那些全部收购 很多州份都说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对内队的反动夺法有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影响 就算有影响大陆也说没有影响 我们没理由跟美国 不过现在法隆电法 就很明显 为什么阿里巴巴这么弱 OK 请问内防蓬佩13 怎么看就非常弱 我尝试有少少contrarian 不过就捱了 很惨 好像今天有新股 很厉害 还有内防可以上 不过好像反应一般 不知为什么可以上限定价 好 好 你好 问太阳能 三百零亮前景如何 我前景就不会看 他被人炒到瘋了 所以不会回答你 OK 1415是什么 1415 1415 我没有跟很久 这些高位电子都挺厉害的 不过这些 说真的 筆水专炒这些我不懂 年尾司机根据港股有什么操作部署 我问得好 其实年尾我都是一切如常 不过我之前有说过 其实我沽了一些痕子 我觉得2021年我看的不是很差 所以我现在八成仓位 OK Potmark抽到可以拿 Potmark抽到就应该好 因为反应应该不错 明天上股价应该不错 所以赚到钱便坐下 输钱也说不错 而且新消费应该是2021年其中一个很大的film 不过大家要努力学习 我都要学习 究竟年轻人的钱在哪里 好像很夸张 B站也是这样 新世代消费 好 回答C基金YouTube的问题 CK妈问如果长差10以上 梅峰、阿里巴巴和美团如何选择 我的选择是三个都有 好 下一个 Samuel Lehman RCEP 之前提到的太平洋 忘记再听 总之亚洲区很多国家 彭大陆签了的贸易协议 主要是关于关税、原产地 之前大家就炒作纺绩股 纺绩股是比较明显受惠的 不过整体由这个消息炒纺绩股 又不是我的风格 你知道我的风格是喜欢找一些中长线式大股股 多 不过有时短炒不行就差点 这个也是我的弱项 不过没办法 人们不会每一样的钱都赚得完 资足常乐 这也不差 好,问一下167 刚刚Kelvin回答了 有些特别好的东西 自主研发一下 几年后才有成果 除非判断得很好 否判断高难度动作 美团 会否跟顶八 没有 153是持有 可不可以入 一直都是那句 我入管时告诉你 我拿着也不介意跟你说 但我不建议你自己决定 我的角色是让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的想法 860有没有特别跟进 860是什么 不懂 为什么要跟进 因为它升了很多 没有 做什么 autoproduct 不懂 是不是出了一只新能源车 我忘记了 没有 有什么特别的 你们回来 告诉我 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股票 我全部都不会看完 我只是买30只 30只 40只股票 好 这个和朋友 iBag177 9月底投资了私基金 就是我们的客户 多谢你 之前143 都应该不错 现在150多 最新 前日是新高 昨天回了一点 我们会努力的 放心 你们高兴 我们更加高兴 下一个是香港猜文 物管 合景态富 高增长 PE只有16 609百 贵很多 为什么选逼幅 不是只说增长 一只股票 都是谈谈它的质量 最新Sam的看法 我逼他们 只能买一只股票 如果买就609百 选择多一只 他其实都喜欢一只华润 好 记得股神Buffet说过 很多九成的基金未必跑得赢 S&P500指数 其实还有我说的 就算大部份的基金的客人 都未必跑得赢 因为很多时候的客人 进出都是一些不好的timing 市场又跑赢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又跑赢客人 不是说基金经理欺骗客人的钱 所以有足够的定力是好一点的 大部份基金 之所以有时做得没那么好 除了收费以外也是定力 不过急放心 今年我们也跑赢 不过长期跑赢 当然是一个重要目标 不如大家买个指数 好买我们 好 京东健康定241 适合中长线投资 我觉得两只都好 相对于平安好二身 我之前说过 Sam和桑都说过很多次 但是不是适合长线投资 我觉得也不太顺畅 看下来会不会有些监管 买大陆的股票就有这个问题 监管的风险比市场风险更大 你觉得现在阿里巴巴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监管风险有问题 吃得咸越抵得渴 我觉得这些 譬如说过去几年 由于政策都对他们的发展很多影响 你的医保究竟有怎样能够看得到呢 你的处方药究竟是否可以做呢 未来会有变化呢 等等 所以可以中长线投资 但不会一帆风顺 怎样看Aphelia 没什么特别深的看法 之前update了 不过现在我们喜欢AMD 我现在很坏 实际逼他们二选一 AMD好些就是Nphelia 我决定也是AMD好些 你好 请问贝殼找房现在股价是否属于很贵 你中长线仍然看好 我就觉得它是很贵 但现在问题是没有股票是便宜的 只有一种股票 但实际说我有加价 所以我看好 昨天有很多人问 好像有Catherine Wood也买 那就好了 它现在这么厉害股神 我买得先过当然好 原因是去看美股 看大陆股票当然不是去主力 我和它竞争 我当然看一些我有竞争优势 所以大家有时不明白 为什么美股这么好炒不去炒 我经常说作者山望那山 有时都是一事无成 少住移情下也好 还有C基金主力是买在中国企业相关股票 所以大家明白 883问详细一点 你当初决定883的原因是什么 我本身就已经拿着NAG ETF 我转过去而已 是否觉得残薄反弹 当然是人器可取 觉得制裁影响不会很大 我又不至于死 还是觉得太好 所以才潜伏 也是的 我直播不是讲过 我们都很transparent 不过最重要是现在不可以 不可以就可能要认输 不可以就可能要认输 OK 你好 881跌了 是否汽车芯片短缺影响 我觉得不是 其实我觉得是怪怪的 我觉得精神不会这么跌 不过我暂时 有些同事帮我跟进一下 都未发现有些特别的消息 甚至Kelvin昨天也有回答过 实际上的销量很差 现在被我密切研究 但还未动手 也没有街也没有铁 有些很惨的 我说了 跌下来 大家会紧张一点 希望捱得到 否则大家会很伤心 跌得再深一点也没办法 这些不用止蝕 就好些 1003跌得太深要止蝕 我自己决定 那月再带不回就走 不过幸好那些是细主而已 不可以就不要溝货 只要止蝕是要紧要的 如果你不溝货 理论上输都是输细主 好些 京东健康 made to profit now 为何要止赚呢 说真的投论也超话完成 之后可能没那么刹蓝 喜欢动力那些就会捂一下 有没有动力 可能也有的 不会猜 就是股动力 其实跟你买大小没有很分别 我自己觉得 始终12月22日入了index 但恒生科技指数 现在是不是很多passive fund 都有的 但数据不算很大 但数据不算很大 不过可能之后北水可以买更加厉害 所以现在北水未开始可以买 Daisy问 这个问题真是答 她有兴趣成为C基金的客人 可以看到直播的右下角有个电话或whatsapp 你留下你的联络方法 我们的经销商就会联络你 不过有些人投诉 其实不是 因为认真说 只有一个电话号 如果同事有几个客人打他 他有时听不到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是whatsapp 我想很多朋友都是whatsapp 我看到ARK、Kavin Wood买贝殼 是不是可以加署买入 我不知道 现在每个都流行跟着Kavin Wood买 我都没有意见 我买也不用叫你跟着我买 何况别人不懂回答 不过我自己也有 我也看好的 optimistic positivity 中约有个三斑 吃得到葡萄也事 虽然赚钱我不觉得是特别耐心的泡沫 勇抱一下泡沫 控制风险 哦 是吗? 你听我说有卖吗? 赚了钱? 挺好的 所以大家听我说也很好的 不过都是说过 我也有点八八一不行 一捱一下 我觉得 通常我说的股票也不会太垃圾 不过有时有上风有下风 他说现在很贵 股票很贵 仓位不够高 怎么办 那就等了 忍耐 总有很多机会 所以我们也有三四十只股票 你每一只高追就是死了 每一只高追 翌日就掉下来 那就死了 那你就等待机会 财不入急门 大家都知道 大家永远都觉得 昨天哪一天升 我今天追进去 如果这么简单 大家不用听我说 自己冲去做 其实有事有事不行才炒 我告诉你 你都说是傻的 有些股票的 momentum 每天都可以 但有些你试过是有跟不有跟 又发觉又不是很对路 看形势、看环境、看公司质数 所以有什么方法 没有方法 听听司机金说多些股票 昨天回调是否应该只赚一些低位再买呢 如果大家有听我说 我之前没有再高追 我都只赚了一些 包括Tesla 回回来 我就可以买回 这些好股票是前场 我认同 那对over value 那对over value 就适当地高一点 好像刚才说Tesla 我就是这样 怕了我买不回 那就可以不估全部 你看到大家这么多 Tesla今年又买很多 升了这么多倍 说来说都是5% 因为适当的时间 我走点去插下去 我才可以加回 每次你打到去买很多 我沽着一扎 它一跌下去那一刻 你都没有子弹加 就算有子弹加 你心理上都控制不了 所以有时就是这样 没有赚得太尽 我觉得差不多 就沽一点 分住 当然我明白 很多人投诉 你省会没有太多子弹 那我不知道 我帮不了 因为我的操作都不同 我可以按部就班做 或者买CB金解决你的问题 还说是sales 今天要折飞 今天要折龙 因为昨天没有回答 今天回答多些 但也就是一点 好 不好意思 怎么跳得这么厉害 好了 有没有加仓京东健康 现价可以买入妈 今天没有加仓 昨天你和视频很好 爆了你的部署出来 都没所谓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不过我觉得我们和坊间 大家看到最大的分别就是 我们有透明度很高 而且很老实 懂的那些又懂 买的那些又买 很少路线大家 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看 有时发觉都回答不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有些不会回答就没办法 现在借着881和883 两个都要调整 什么策略如何 我多给两个星期时间 883 881都是有些神奇弱的 可能我被蒙在鼓里 所以大家不要只靠我 可能大家自己做功课 发觉881是否有些不利的消息 在后面呢 我都不是神仙 我都不一定全都知道 但我觉得形势很差 熬得辛苦 我都会走 PLD拉丁股 15元买了 昨晚吃了一半 也许太夸张 SQNet没有走 那便可以赚到钱 这陣子炒美股 我知道是很开心的 不过我的主业不是炒美股 美股的币可以炒 铜价格可以炒铜 不是不行的 但是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画好自己的能力圈 881有没有改变看法 弱势留底是辛苦的 看一看你 SBAC你也有买了几个 风险高 小注意情 我有一些 勇一下都挺开心的 其实在美股 我也有少少 我应该再肯定 353回调中 是否可以留底 你自己想起来 B&B今晚上市怎么看都应该可以 不过我们没有这么买 177看法 Kelvin之前回答了一半半 拼多多 and you 拼多多好 其实公司好 不过Elon太夸张 策略是有的 不过大风大浪 你敢赢大钱 所以我也不会赢 坦白说 输身家的永远都是泡沫 赢一副身家的都是一个泡沫 不过最重要是你知道 我真的这么说 但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可以不同 很多人都是一个泡沫就赢了 平安有帮有没有看法 司机金加油 没有持有 ASPAC即是吹出来 不过要留意它的操作是如何 先明白那件事是什么 先判断 881 need to cut loss 我常说 Cut不Cut Loss 应该看自己的买入是如何 不是洗一药就不走 Bill Pro、Dow Jones、Tek中之股 再这样下去真是坏 不过缘服务47元入货 仍然持有 SPC也有好公司 你也挺熟 看到司机金专栏 想问一下你认为美国科技股有泡沫 我每天都要说一些 刚才我那段都不是超级大bubble 不过小bubble一定有 讲SPAC学到一些东西 我都说些很皮毛 恭喜奥德 有一个这么有料到的团队 我都觉得很开心 如果大家有朋友有兴趣 都可以加入我们 我有满足感 钱未必很多 不过至少也有满足感 148不是太刻 应该拿好货 应该不是看法 看昨天他们说 昨天回答了 背壳好像好一些 有没有再加仓 之前有 回答了PACEMENT 有 移除中国公司 对美市有没有影响 对美市没有影响 对中国公司有影响 对美市也没有影响 请问336、1157怎么计 好像没什么跟 336、华宝 现在华宝变了电子烟 好像一只屍摩尔 不知道 1157森林 就是机械古周期 大家都预计 可能都是水尾 不过照炒住 不过这段都是跟传统股 下回来 小朋友股价糊多了 是否持有五十多元 我没有持有 怎么回答你 我拿着NEO 但其实你看它的PACEMENT 是否最后是45元 48元 不过我收到昨天最后不回答 45元 不过我都说一句 不要当它配股价是必定有支持 可以看到达达也是这样 50元的PACEMENT 都可以跌至40元 不过我认为电动车 之前说得太夸张了 一个月之内 30元炒到达达达达达 50元 50多元买 这样的捱价都辛苦 再下去再做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也有机会 不过最不暴的那一刻都回了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你50多元 可能会了很多才买 不过这些股票都大上大落 不过这些股票 看你是不是细注 不过我认为大或细注 不过我认为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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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跌到这么� facilitating 就仅导不过我没有进驗 我们输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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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tun 市场氏气温很好 有对冲沽空 当然有 美股也有的,Longshop pair 之後說吧,你是否會速度看招呼師 是之前看完大家做直播時告訴大家 所以我這堂事很努力在學院做事 我經常有空做一些不等待他們 背後有很多功夫,到做直播時才說 我們都做了很多功課,希望大家喜歡 講到SPSC大家喜歡聽就好,PoPoPoMap升150 怎麼看升150%這件事,有什麼好看 是好東西就升,很正常 I like your USD trading share, please do the same 即是喜歡我們說說美股 有時候沒話說,我怕大家太悶 不過我發覺不要緊,現在答問題已經答了大半小時 我發覺有些好的題目就講一下 不然就跟大家Q&A算 Snowflake昨天開始回調,有什麼策略 我會說,237元買,380元放了,你是不是更厲害 我按出來看看,有時候的股票我都說 我按下Snowflake出來看看 這還厲害,200多元買,300多元高了 不過去到400多元,如果回371元,你其實我讚你 你現在買回便是完美操作 見到最近美股日日沽很大,未敢入 我又不覺得日日沽很大,我覺得挺厲害的 雙上動力 昨天就算是有些保留 不過我又不覺得昨天應該全面撤退 你好,瑞昇回幾點看 我講一下上個月那些,大家說真的 你炒這件事,你每個月可以炒他 那份工作差不多 可不可以分享2021部署 是否有辦法可以考慮賣入 我弄好了,因為很多記者約了我 留給記者說,因為都要被交差 我講完所有事情,重新交回去 給老闆被罵 我當然要留一些好東西 有時候都要幫一下朋友 和拍,值不值得喝嗎?沒有 減遲了多少,什麼倉位會加回? 我減了好少,減了兩柱 我隨時可以加回,Tesla 六甘索在捱16元,要不要止蝕 六甘索我講了我不懂看 雖然我也很想看很久,研究完 我發覺都是買不下手 收股票都是這樣,止蝕 你可以定個,好像八八三 可以定個時限給他 你觸碰到要止蝕的時間 最多通常都給一個 勒令退學的通告 我覺得沒辦法 沒辦法 如果八八一再跌到我的指線 再說我看好都要離開 好,耗得對沖的技巧很多 怎麼說呢?課程講的 八八八一有將換股債 是否影響股價?我覺得不是 YSG有沒有開倉? 可能有,昨天有人問了 認得很厲害,說碰16元 站得很穩定 可以看看什麼時候可以 有的,我有加新消費 中星會議座道有什麼位置可以買? 不知道,我現在還在怕止蝕 所以不會回答你 答完了嗎?1.10分 大家有問題,我盡量回答 我回答AM730的問題 為何這些問題好像沒有回答 我回答BOOM Enterprises 不好意思,Friends for sharing CG今次有那指大陸地產股 百八三會加 大陸地產股快要止蝕 不要說,沒問題 我之前有說過給你HINTS 之前做了PACER那間 好,所以那些差事就不說 人之常情,大家不要介意 好,昨天不在 今天也補答很多大家的問題 希望大家喜歡 或者一些特別的題目 都可以告訴我 我覺得如果我懂得回答 以及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嘗試做一些功課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聽得開心 繼續支持我們 先買個廣告 我先記得要給個like 要subscribe 以及按下youtube上個鐘 我希望看到這段時間 我們youtube的subscribe 我希望你今一年可以蒸蒸日上 再次感謝大家支持 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拜拜